2015年 由五位導演分別拍攝的五部短片 講述一國兩制在香港消失的想像 集結成電影十年 即使中共列為鏡片 仍一舉拿下當年香港金像獎最佳電影 只是郭真導演的短片浮瓜 以推行國安法為主軸的荒誕劇情 五年後竟然就成了現實 另一部短片自焚者 警方對抗爭民眾使用催淚彈 警棍狂毆民眾的畫面 在過去一年的反送中運動已經出現 周冠威說當時拍攝這部片 他自己正處於雨傘運動後的低潮 當時心態絕望多過盼望 但去年反送中 示威者的付出與犧牲 讓他對人性的光輝 懷抱更大的感動 此刻的心境反而是盼望多過絕望 也激發他許多創作靈感 儘管國安法實施後 創作自由受限更多 但周冠威仍想記錄 港人抗爭民主運動的歷史 繼續堅持 新桃園記者梁真彰 香港報導